文明世界的欧洲老贵族炫富展 埃斯特庄圆车展 每年都会在意大利科莫湖畔举行 从1929年起 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车迷和收藏家 能在这里展出的 都是艺术品级的这个车子了 这群欧洲老贵族 是上层社会的典型代表的 是艺术品的移动推广员 为了能够在这群有钱有闲 有面的人面前展露头角 各家都是卯足了劲 争先推出自己的集体跑车 集体全称是Grand Tourer Grand就是豪华Tourer 就是旅行车 能被叫做集体的车 一定不是流俗自备 大排量 好操控 而且还要具备舒适 且高速跨越大陆的能力 重要的一点 真正的集体跑车 万千目光的焦点 都是要跟着看过去的 不是说后备箱上面 贴两个字母那么简单 上个世纪80年代 这宝马它为了提升品牌实力 打入上流阶级 就决定造一辆豪华机梯跑车 于是乎 宝马巴西的设计 就被提上了日程 宝马认为 巴西是用来定位品牌形象的标杆 用来撑门面的 所以并不需要什么卖车走量的 怎么奢华怎么来 可是在老贵族面前展露头角 你光奢华是不够的 人家天天奢华的好不好 宝马巴西是个细节把控 是下了功夫 也寄予了厚望 这巴西的研发投入 总计超过了10亿美金 作为对比 当时劳斯莱斯的总市值 6亿美金 各位伙伴感受一下 另一方面 宝马在设计的时候 采用风动测试和CED电脑辅助技术 这个在当时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黑科技了 更加扁平犀利的造型配合 紧跟时代潮流的跳灯 让巴西拥有了0.29的优秀风阻系数 不光是比当时6系的0.39 少了0.1风阻系数 而且比子弹的风阻还小了0.01 在心脏方面 1992年初 宝马试制了18台宝马830 搭载了218匹马力3.0升V8发动机 要注意 这是宝马第一次用V8引擎 不是宝马一直坚持的AO直立引擎了 为了让巴西一米惊人 宝马都放弃自己的传统了 以前西装穿习惯的 今天就运动服出来了 宝马觉得这车还是不够格 于是在最重关头放弃了量产 觉得还是不行 然后把这个286匹马力 4.0升V8的宝马840 原来是当做中配的 直接就搞成入门款 时间到了1992年8月份 宝马又设计了一台850 CSI 它是搭载由AM部门调校的 380匹5.6升V12发动机 这台0百加速就要6秒好了 而且配备了那个年代文所未闻的 四轮转向系统 可以说这个基本上是卖台亏台的 截止到1996年停产前 这850 CSI在4年的时间 一共只生产了1510台 每一台都是细时真品了 这宝马对这一代巴西的野心不止如此 到了1990年的时候 宝马同期研发了基于巴西的M8原型车 它是对标法拉利412的 这M8的排量从5.6升增加到6.1升 最大功率达到550匹马力 比这个5年后才发布的法拉利旗舰车型F50 动力都还高30匹 可以说这台M8是宝马的终极梦想了 但是宝马的终极梦想最终并没有量产 它也仅仅停留在梦想上 作为90年代最伟大的宝马 这款M8原型车一共就造了一台 而且除了2010年以外 宝马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展示过这台M8 宝马算是自己亲手扼杀了自己的梦 但是梦境实在是太美 吸引了一群有梦想的人 这1993年宝马M8这颗强勇力的心脏 被这个戈登木雷 这个麦凯伦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后来人类理事上最伟大传奇超跑 麦凯伦F1的总设计师相中了 1987年41岁的戈登木雷 作为赛车设计师 加入了默默积累的20年的麦凯伦F1车队 而且担任这个技术总监 他设计的这个麦凯伦 MP4-4 F1赛车 拿下1988年单赛季16战15胜的成绩 至今无人能破 而且从1988年开始蝉联3年F1冠军 那么1988年F1意大利大奖赛结束之后呢 这戈登木雷和他的好机友公司 大老板 罗恩丹尼斯就一起等航班嘛 他们一起在各种歪歪啊 哦 我们公司的未来 都是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的 很嗨 聊着聊着突然发现 哦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就是要创造属于自己的民用超跑 于是呢 这个戈登在机场灵感爆棚 直接画了一张超跑的手稿 这大老板 罗恩看了戈登的手稿 哦呦 三座超跑 这么酷炫 果然是我们非主流车厂麦凯倫的调调嘛 于是 拔刀开干 这麦凯倫首款民用超跑的概念雏形 就是在意大利的候机厅里面 画画画画出来的 回到了英国总部之后 罗恩就觉得得有一个专门造普通车子的厂 于是呢 出资自己买了一个F1赛车工厂 对面的一块地 准备介绍代号Project1的民用汽车工厂 接下来呢 麦凯倫就召开了股东会议了 会议上肯定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我们被麦凯倫造什么民用车 我们也没有造过民用车 如果我们造出来的消费者 他们水平太差了 不识货怎么办啊 没人买怎么办啊 要么你把这个项目代号也叫做F1 这样呢 消费者有可能 会把我们这辆民用车 和我们这个牛逼的F1车队的这种战绩联系在一起 方便他们想想吧 那这大老板罗恩丹尼斯呢 莫名觉得这个想法 好像也有点道理 就这么自然的 就这么随意的 麦凯倫F1超跑计划就落地了 就开始了 当然了 这些黑历史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 根据官方的描述 他们选民子可是有历史 蕴含着深意的 F1代表着极致的性能 成为一部能在公路上行驶的 一级方程式赛车 这才是麦凯倫F1超级跑车计划 终极目标 那么在这种目标的驱使下呢 一台能碾压时代 中置引擎后轮驱动的超跑 则慢慢地孕育着 这个戈登木雷呢 为了追求极致轻量化的设计 要求车重控制在一吨以下 各位想一下 1.6排量的车子现在多少 一般也要一吨多一点 于是呢 就把所有最先进的技术 都用在麦凯倫F1上了 把轻量化做到了极致 但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麦凯倫还没有完全掌握发动机的制造技术 这戈登木雷一开始选了它个老他当 当时麦凯倫F1赛车引擎的合作伙伴 本田来作为引擎供应商 这戈登木雷相中的呢 是本田NSX上面的3.2升V6 VTEC自然吸气发动机 但是他提出自己的客制化要求 希望本田能够强化发动机 排量扣到4.5以上 起码得有个12缸 对不对 不行的 同时呢 引擎重量还要控制在250公斤以内 搞科技的 黑科技死宅 技术流天往本田 不干 果断拒绝 做不了 你太扯了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 其实你会发现还有好多扇门 几天之后呢 这个戈登木雷就找了自己好伎友了 也就是宝马M部门的首席引擎工程师 Paul Rocha 准备去他家 去喝点小酒速速库 不顺呢 聊着聊着两个好机会发现 一个说 我这个车子找不到好的引擎 还有个说 你算什么东西的 我造了台引擎没有车子 你逼我惨 我逼你惨 这回国重来一下不是刚好吗 马上就开始搞起来了 你看6100cc的排量 461千瓦的输出实力 还是V12的 完全满足动力预期 但266公斤的这个重量呢 有点超出预算了 当时不是说要做个250的吗 那不过总的来说呢 这台引擎简直就是为迈凯倫F1量身尽致的 两个人就一拍即合 1993年迈凯倫拿到了M8的新帐S70引擎 这戈登木雷呢 又强迫症又开始了 我还是想当个250 你这个260几好难受 能不能把我搞成250 于是呢 他又把这个好机友 也就是M部门的首席引擎工程师 你要不就来我这上班吗好了 就直接骗到迈凯倫工作室了 反正你设计的 你来帮我调吗好来 轻量化动一下 那他们呢 把发动机的这种凸轮载体 气缸盖 油底壳 凸轮轴 控制外壳等等等等 换成什么 铝镁合金材质 接着呢 为了进一步减少 发动机上隔阵材料的重量 麦凯倫呢 给每两F1都提供了16克纯金箔 作为发动机上的热反射性材料 金子 而且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 复合碳纤维材料 这就让麦凯倫F1 成为世界上第一款 采用全碳纤维材料 一体式底盘系统的量产 民用跑车 这么一改呢 改出了那个年代 绝无仅有的超级跑车 627匹马力 民用街道本 0到100加速 3.2秒 官方给出的急速 372公里每小时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呢 是386.7公里每小时 前无古人 后13年 无来者 并且到现在依然是 急速最高的 自然吸气跑车 宝马的梦在麦凯倫手里 达到了圆满 那就在2018年 宝马呢 发布了全新设计的宝马8系 准备金字圆梦了 它意图成为这个新时代的 最强旗舰 而继承了初代M8一致的 麦凯倫F1呢 则是当之无愧的 旧时代最强旗舰了 好 两个8互相搞了搞 宝马 麦凯倫两边 算是两开花 那么就在最近 宝马和他的老搭档丰田 又开了一个两开花的什么计划呢 赔钱重启跑车的计划 怎么样发力呢 你这牛魔王Supra 能否继承丰田他自己的意志呢 CEO自己到赛车场去开 做广告做单言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 有兴趣了解一下的话 请点赞 转发 一周点赞破2500的话 就少睡一点 加快进度给大家做一下 好不好 另外的话就不要忘记点屏幕中间的订阅按钮 关注我的频道 在这期视频下面留一点言 告诉我你对Supra的看法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再见